淘宝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 我们今天光手机上每天上来浏览的用户数就超过一亿 我们有上十亿件的商品覆盖 近千万的卖家在这个平台上 我们能够演化成今天这样一个在线的 网络协同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 原因是在一开始淘宝就不是一个B2C的零售企业 我们从来自己不控货 我们自己也不卖货 最早我们做的两个战略的举措 我们是直接鼓励卖家跟买家去互动的 我们给卖家提供了一个工具叫旺旺 旺旺是一个在线的IM 这样的话卖家跟买家可以在这地方沟通 卖家有非常大的主动性去创造 去更好的服务消费者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激发卖家的活力 我们做的第二件事情 是让买家作为一个群体 如何参与这个生态系统的建设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 商业的诚信是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回到2004年淘宝刚刚开始创建的时候 在线更是受到诚信的一个巨大的阻碍 因为你都不知道交易的对方是谁 大家都不敢交易 我们搭建了一个用今天最时髦的话来说 是一个P2P的买家的信用网络 也就是说由于有了支付宝的实名的交易记录 我们让买家对每一笔的交易都可以给出评价 我想用淘宝的例子说明 互联网技术变革带来的万物互联 下一步催生的是经济范式的一个转变 会从工业时代的封闭的供应链系统 走向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开放协同的 P2P的共享的这样一种新的范式 最大的挑战是我们对于传统经济的依赖 是传统思路的制约 其实未来的世界更需要自己 有独特价值的每一个个体 所谓的共享经济的本质是承认 个体差异化才是有最大的价值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其实我们包括教育理念 教育制度 公司的组织方式 公司其实也是工业时代 一百年的一个产物和创造而已 所以阿里巴巴在这个过程中 碰到的最大的挑战 其实是挑战自己 怎么把公司这个架构打破 让这个组织 未来组织一定是存在的 但是公司这种组织形式 很可能会被颠覆 所以我们一直在尝试的是 让公司怎么也变成一种平台 能够让每一个员工 他的创造性 能够得到一个极大的释放 而且能够在一起 共同创造更多的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